专求 专要求法 严门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心无厌足 不疲不应 自立方便 真能够守住 这就是直接守住这个规矩 业门人生 其他的放在一边 开悟的时候再开 你全都懂了 没有开悟的时候浪费时间 而且你学习的心乱了 结果到最后学成什么呢 全是知识 没有智慧 那就完全错了 那不是修佛了 二十把佛法经典 当做世间学术 去研究了 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不止现在故事会有啊 如果懂得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成就的人会很多 那么现在佛法里头 没有大善知识出现 无论在家出家 都没有 原因是什么 不懂得方法 足四大的这些事情 我们忽略了 受到现前教育 思维的影响 都是想光修多文 啊 年幼稚园的小朋友 都光修多文 啊 父母认为是真确的 要教小朋友 学很多东西 什么唱歌啊 跳舞啊 什么什么 什么都学 啊 把小孩累坏了 啊 功苦太多了 太杂了 啊 所以现在小朋友 没有古人那么幸福 古人 古时候小朋友 只学一样东西 绝不可以同时学两样 啊 只可以说 一样学会了 再学一样 啊 决定不虚口 同时学两样 为什么呢 要专 古人遵守 老祖宗教学的原则 交之道 贵一专 啊 那么现在 现在是贵一砸 他不是贵一专 啊 现在人独想独砸 要读 啊 结果学到之后 尖疲离倦 没有一样学通 啊 这个指导的理念错误 害了多少人呢 多少阴才 因为这种教学的理念 啊 方法错了 方法错了 啊 感谢观看